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我们来复习一下 如何用正弦定理 也就是拉密定理 来处理三个例 合例为0的问题 好 如果一个物体它受到三个例 然后这三个例的向量 加总为0 那它一定可以符合这样的关系 就是F1向量加F2向量 加F3向量 加起来要是0 那我们 知道说数学课我们有学过 向量是可以 平移的 所以我们就把向量做平移 这是F1我们把它复制过来 在F2也是复制过来 那把它的头 箭头跟F1的起点 相连 那在F3也一样 把F3的 起点跟F1箭头相连 F3箭头跟F2 起点相连 那这样的意思就是 这样的意思就是呢 它从F1出发 然后到了F2 到了F3的起点 然后这从F3的起点 到F3的终点 然后再从F3的终点回到F1的起点 这样到一圈之后 向量和要回到出发点 这样才会是和向量和为0 所以 向量和为0 它自然而然的 会形成封闭三角形 那既然是封闭三角形 我们就可以使用 三角形的正弦定理 来找出这三个边 与角度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球去掉了 在力量可以平移的情况下 那个球就不重要了 我们直接把这三个力 让它交于同一点 注意哦 这是只有在算合力为0 才可以这样做 如果你要算力矩 那就不能随便移动 你的力量的施力点 因为施力点 会决定你的力弊 力弊就会影响力矩 所以我们不能在算力矩的时候 随便移动施力点 现在呢 我们给它一些 编号 F1 它对过来的这个角 我们叫它θ1 F2 对过来的这个角 我们叫它θ2 然后F3 对过来的这个角 我们就叫它θ3 然后我们画一些辅助线 这个辅助线画起来的以后 我们要找的其实是 这个角 这个角其实就对到这个角 然后这个角会刚好就是180度 去减掉θ2 所以这里就是π-θ2 然后 再画一条辅助线 再画一条辅助线 好 那这一条辅助线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角是 这个角 这个角对到的就是这个角 那这个角刚好是π-θ1 好然后接下来剩下最后一个角 它就会是π-θ3 其实就是这一个角 其实就是这一个角 这个角就是π-θ3 然后它也对到这个角 因为它是对内错角 内错角 我们可以稍微画一条辅助线 就可以看得出来 好 那这个角就是这个角 好 所以 这里就是π-θ3 好 那这么一来 你就可以使用三角形 在数学课学过的正弦定理 F1 对到的 是这里 它的对面 是这个角 那底下就是sine π-θ1 那就会等于 F2对到的是这个角 F2这个边 对到的是sine i-θ2 i-θ2 再来会等于F3 F3对到的就是sine i-θ3 好 那 我们又知道说sine 的180度-θ 就等于sine θ 所以最后又可以写为 F1 除以sine θ1 就会等于 F2 除以sine θ2 就会等于 F3 除以sine θ3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 三角形的正弦定理 来处理 三个力量合力为0 的问题 好 这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拉密定理